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三七二 正四圣地 整理者心灯 赌颂者心音 《华言经》描述生命为 一真法界 森罗万象 一真一切真 万静自如如 而非一片死寂 简而言之 涅槃不可以解释 我只是谈造词而已 接着你要去亲政 但问题是 你要开悟 就必须破我执 佛法谈到最后 就是要谈我执而已 从此下手 破了你才能够进去 否则你永远都会烦恼 潜意识抓一个生命的主体 就是我执的状态 表面上 你执着外面的世界 其实你执着着深沉内在的生命体 因为外在的六尘 就是要满足那个生命体 在佛法界 有两种争论 第一种 有人认为心和阿赖耶时是真实的 而心与阿赖耶时所变的都不是真实的 第二种 有人认为能变 所变皆非真实 称为能所双亡 波若经的学说 谈到最后 是一切法必尽空 即是究竟意 你要抓一个心不放 我也暂时不反对 反正你就先慢慢看 看到最后 你就会知道 你潜意识抓的心和阿赖耶时 就是抓着我不放 众生皆有佛性 也有人抓着佛性不放 佛性对他而言就是我 是魔性 是执着性 大部分人都活在有个主体的生命 故 所有宗教思想学说 包括佛教中有些派别 还是有这种概念 新经先讲十二元起 讲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再说无苦及灭道 以顺序来讲 四圣地应该先讲 因为四圣地是生文人修的 十二因缘是圆觉修的 而六度是为菩萨讲的 就是因为从缘起的角度 展开的四圣地 这样迷失的转轮 即为流转门 你若能逆推而破除 即为繁灭门 此二门谈的是众生如何迷失 又如何觉醒 有的人嘴巴不太敢反抗 内在却是不太承认的 当你不承认的时候 你就不会用心学佛 有的人说 师父 我承认 但是我愿意慢慢修 如果你家里着火 你会慢慢出来吗 如果你被垫垫到 你会慢慢离开吗 还是搜的离开 法华经约 三界如火宅 你觉得那只是举例说明 你要在温柔乡看法华经 而不是在火灾现场看 你觉得世间有苦有乐 你就无法亲政苦地 苦 佛说的苦 指的是世间无常的现象 你的内在就是不接受苦的事实 你能接受它的变好 却不能接受它变坏 真是痴人说梦话 阿罕经约 无常故苦 无常也有可能是乐 你现在迷 因为有无常 你才有可能悟 你现在是坏人 无常才有可能变成好人 所谓无常故苦 是因为你不能接受它 故内心产生了抗衡与痛苦 所有人皆如此 学佛者与不学佛者皆使用 有人说你们佛教悲观 你被人一说就哑口无言 只要没有开悟的人 与无常是抵触的 因为他有我之 就是他的内在产生一种执着 变好他能接受 变不好他难以接受 他的潜意识时时刻刻在与无常抗衡 每个人都跟你讲好话 那叫做长 每个人都跟你讲坏话 也叫长 你希望别人跟你讲好话 还是坏话 也叫长 希望就是妄想 真理是你希望而来的吗 真理就是真理 你都不知道你内在的错误运作 真理实现真实的现象 即无常的现象 无常是中性的 但是你不能接受 所以才无常故苦 即苦的原因从哪里来 从祸以祸意而来 故称为祸业苦 祸就是无明 无知 烦恼 即你不懂真理 不懂三法印 不懂八不中道 不懂一切法必尽空 它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要你一个个去亲政的 你执着它 这个苦不能解 你不执着它 你才能离苦 我不讲离苦得乐 我只讲离苦就好 因为得乐 你又抓个乐在得 狂心若歇 就完了 不要说我终于正到菩提了 故 灭世灭苦疾 当下就正涅槃 道 接着你要修道 解脱道 加菩萨道 等于成佛之道 解脱道具体的内容 即八正道 菩萨道为六度万行 成佛之道 则是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又称为菩提道 故 四圣地是小成还是大成 就在于你个人的层次 是你怎么样 不是他怎么样 温厚思维 你承认你时时刻刻 皆有苦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赶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赶达观师父教会 赶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